這一款是建議大家不要買 不要嘗試 完全不好吃 非常普通 它分開吃是好吃的耶 我覺得這個就很像有種人你知道嗎 它的五官分開看是好看 但是它合在一起不是好看的 大家好我是克思 歡迎收看克思日常 今天要開箱7全新商品 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開箱 比較精緻小巧的東西 就不是便當或是麵 那很多都是聯名商品 所以我個人真的是蠻期待的 那第一個的話是這個 夏威夷風味披薩 價錢的話是49元 那剛剛微波了一分鐘左右 它的話是屬於比較鬆厚一點 就是比較厚實的那種披薩皮 然後上面的話就是起司跟火腿 還有一點點鳳梨 那料看起來蠻實在的 就是有鋪好鋪滿啦 不會一個洞一個洞的 好來吃吃看 我整個超級軟的耶 很像是麵包店裡面賣的那種麵包披薩 它第一口味道其實味非常的濃郁 而且不會到很討厭那種很噁心的起司味 然後麵包真的是軟到爆炸耶 它甚至有點像蛋糕耶 再往深處一點吃 吃到深處後發現它的氣質味還是非常濃郁 所以它幾乎蓋掉了那個火腿還有鳳梨的味道 火腿呢像是冷凍微波加熱那種火腿片 所以它沒有特別的好吃 然後吃到後面的話越吃越乾 就是可能你吃這個一定要配一些湯或者是飲料 所以1到10分的話我也給4分 那第二個的話要喝喝看這個雙月香菇雞湯 雙月的話它是連續多年的蟬蓮 必比登就是推薦的餐廳 那微波好了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裡面的料感覺是有的耶 不是在那邊只有湯 來喝喝看 是我吃太重鹹嗎 我覺得它沒有很入味耶 沒有雞的味道 只有一點點鹹味 然後香菇味也沒有很突出 香菇非常的Q 然後帶嚼勁 就有脆感的香菇 來吃吃看它的肉 這個肉看起來就蠻蠻好吃的 看起來蠻嫩的 肉給過肉給過 肉非常的好入口 因為雞 雞湯就怕雞會弄得非常彩 但這個完全不會 然後也不會很油 哇雞肉越吃越好吃耶 它真的是含下去之後化掉的那種質感 這個1到10分的話我會給6分 然後再來的話是這個 精華出品的剝皮辣椒雞米堡 然後打開裡面的話是長這樣子 海苔就很像圍巾 小小的這樣子把它包起來 好來吃吃看 好燙喔 有沒有辦法拿不起來像這樣這樣 再好這樣吃 這米蠻好吃的耶 真的是粒粒分明 然後每一顆就稍微有一點點 油油的感覺 不會到很乾 蠻愛的 而且米香味道很充足 來吃真正有肉跟海苔 味道非常的夠味 它不是給你很小氣的 一點點雞啊 一點點醬 它吃下去的味道非常的下飯 所以它很像一個便當了 你可以把它搭配著肉啊 還有醬 然後跟著飯一起拌在一起吃 所以這個 1到10分的話會給8分 好那我們因為這個太辣 所以我要配這個 所以我要配這個一樣 這個的話是 春方浩出的 陳又青 所以它的話看起來是比較偏酸的茶類 嗯 真的有果粒耶 就真的是非常的細細微 來喝喝看 它茶味 欸 蠻好喝的耶 就是有點清茶的味道 然後它的 柳橙啊 紅蘿蔔跟蘋果 就比較是點綴的 你要真的是 細細品嘗 然後喝到後面才會有的味道 不然第一口進去都是茶 茶味 可以嘗試看看 就是不要 夏天比較熱 然後不喜歡喝那種奶茶啊 或者是 其他比較 氣泡飲料的話 這個就可以喝 就有點小清新的感覺 那我們接下來 先吃吃完還要來吃甜的 甜的話 這次有兩個 都是 髮棚 李一席主廚今天製作的 一個是 那個 卡士達鮮奶油雙線泡芙 另外一個是日式鮮 鮮乳捲 那這個泡芙打開上面淋了一層 那個醬 但還不知道是什麼醬 然後大小來說比較扁一點點 來吃吃看囉 嗯 上面的應該是白巧克力 然後裡面的話是 卡士達醬 沒有很甜 而且 不會有爆漿的那種困擾 有些為了把它給你很多 然後就裡面餡超級多 你一咬它會怎麼會爆開 然後上面有加了一點點小小的 堅果 所以增加它的脆感 然後白巧克力我覺得也是加的蠻不錯的 就讓它單一的味道 裡面又更添加了一種豐富度 再來吃吃看更裡面 很棒耶 它的鮮奶油不會很膩 就是有些會覺得吃一團油 但這個不會就很溫和 很溫順的鮮奶油 那這個1到10分的話也可以7分 那我們再來吃 同一個也是 那個 髮棚出品的 四身乳捲 然後拿出來是長這樣子 它的話算是有厚度的 就是一根手指頭差不多的厚度 然後中間就是九州鮮奶油 然後外面的話是那個海綿蛋糕體 好來吃吃看 海綿蛋糕 但味蠻明顯的 它應該沒有加很多的 其他的香草精啊 或者其他的調味 所以你吃得到蛋的口感 帶大家配裡面的鮮奶油一起吃 鮮奶油是屬於比較 固體的 它不是有流動性的感覺 它就是比較 像是 植物性奶油打發而成那種很 比較乾一點點的奶油 然後口感 有一點點化學的感覺 那我再吃一口看看好了 這一款 是建議大家不要買 不要嘗試 完全不好吃 非常普通 它連一點 剛剛那個泡芙的小巧思都沒有加 沒有加任何其他 就是會讓人驚豔的東西 它就是 海綿蛋糕配上鮮奶油 所以這個打妹打妹 大家不要 輕易嘗試哦 一到十分 我也給三分 然後接下來 還是另外一個甜點 它是提拉米蘇甜甜圈泡芙 它這個把 三種甜點結合在一起 又提拉米蘇 又是甜甜圈 然後又是泡芙 它就想要讓大家一次吃個 三個 三種不一樣的口味 哇 這個感覺就很豐富 好多 真的很多不同的東西在裡面 吃囉 吃囉 好驚訝喔 我剛剛吃不出來我在吃什麼東西耶 上面是泡芙的殼 然後又有點脆中帶軟 中間那層它可能想表達 吉拉米蘇的味道 但是 它變得有一點 咖啡的苦感 跟 膠感 所以是 很多口感一次衝擊在你嘴巴裡 你真的沒辦法認出到底誰是誰 你會不知道到底哪一個才是重點 然後中間它是說 它有加意大利 瑪斯卡蓬起司 來吃吃看 剛剛吃這個瑪斯卡蓬是好吃的耶 那我吃吃看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怎麼看起來好像鵝肝喔 我知道它想表達是什麼了啦 這個不單吃真的是 不知道它在幹嘛 這個它想表達的是 泡軟咖啡的手指餅乾 難怪剛剛會有咖啡味 它分開吃是好吃的耶 我覺得這個就很像有種人 你知道嗎 它的五官分開看是好看 但是它合在一起不是好看的 就是跟這個一樣 它分開吃其實是好吃 你懂它 但是它合在一起就是真的是打妹 就覺得 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組合 那我決定要把它 再試試看一起吃 我看我有沒有在 有懂你多一點 我還是不懂 所以一到十分我會給六分 然後到了今天最後一個 鮮奶烤布丁 然後它是使用在地鮮奶烤製 最近真的好多這種 在地鮮奶啊什麼什麼什麼 我做的商品 打開看哦 然後裡面的話 打開長這樣 它不知道是運送過程 導致它的皮有點脫皮 還是它本來就長這樣 好來吃吃看囉 哇下面的焦糖醬超多的耶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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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上面的那個 焦糖不會過苦 但有特別的風味 然後再來說它的那個布丁體 布丁體非常的細緻 你可以含下去它就在你嘴巴裡變成汁液的那種感覺 然後口感也是 有牛奶味道跟雞蛋的味道做融合 不會覺得很單一很死板 然後醬也是給的非常的多 就不會很小氣 那這個一到十分的話 我會給七分 那今天吃完這八種 這本新品 大家喜歡哪一種呢 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